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Mujofi 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是《明日战技》 在天下日电影公司的邀请下 我很榮幸成為第一批可以看到這套電影的香港觀眾 接下來我會盡量不劇透地說三個必看這套電影的原因 如果你平時看電影之前習慣不看預告 連少許劇透都不可以容忍的話 那我建議你看完這套電影之後 先回來看這條片 好,我們現在正式開始 第一個原因是 這套電影是香港難得的科幻大片 電影總共用了7年的時間去創作 單是後期製作就已經用了4年 CG鏡頭的數量也是史無前例地多 超越了以往所有的香港電影 而且電影絕對有國際級的特效水平 豈與告演看得出 電影團隊絕對不是開樓攤的 電影全程100分鐘 毫無冷場 打鬥場面你又目不暇級 雖然故事簡單 但勝在過程緊張刺激 如無意外下屆金像獎的最佳視覺效果 最佳服裝造型設計 最佳動作設計 最佳美術指導等 多項技術大獎 已經是郎中之密 之後 應該沒有太多電影 可以在技術上 比得上這套明日戰記 第二個原因是 這套是古山 傾力製作的電影 作為這套電影的發起人 大家應該看得出 它盡心盡力 為的就是實現自己的理想 正常人看到Marvel和Star Wars的那些 荷里活科幻大變那時 應該會覺得 自己看美國的科幻大片 不可以 但古山就反其道而行 走出來去創作屬於自己地方的作品 保持著既然 荷里活都可以有Marvel和Star Wars 那為什麼香港 不可以有屬於自己科幻片的這個想法 單單是這種精神 已經值得令人佩服 埋頭虎降七年 為的就證明給全世界的人去看 香港都可以有這類型 不需要被荷里活的科幻大製作 而第三個原因是 香港人應該要支持香港的電影 明白到 有人會出來質疑 這套究竟是不是一套香港電影 但至少整套電影 以香港為本位 更加打算培養香港 在特效的這方面人才 我亦都猜到 當電影上了之後 肯定有人走出來嫌棄說 這些特效做得不好啊 這些劇情很老套啊 批評別人 每個人都懂 但包容自己地方文化的不足 就不是每個人都做到了 如果 你看完這套電影之後 覺得好看 就推薦給身邊的人 但如果 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 那套電影和自己的期望有落差的時候 不妨轉換自己的心態 想想 用一張戲票的價錢 就已經可以看到別人用了七年的心血 見證到香港電影的這座里程碑 如果你會這樣想 就會覺得 這張戲票 絕對是物超所值的 所以這套電影 絕對值得大家入場支持 畢竟一個地方的文化 靠的是人去承傳 如果連香港人都不支持香港電影 那香港電影還可以靠誰呢? 而在8月 還有另外兩套的香港電影 分別是 《沿路山加拉》和《阿媽有了第二個》 前者還在苦苦掙扎 雖然口碑不錯 但因為戲院長詞少 導致上映4天之後 加上優先場 票房 只是剛剛過了100萬 看來這一套 成本就是只有270萬的電影 都逃不到港產片 多數都是虧錢收場的命運 個人認為 這套電影 絕對值得大家去支持 看完這套電影的朋友 都可以去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至於《阿媽有了第二個》 我也看了《優先場》 如無意外 下一條片 就會跟大家說說這套電影 我有什麼喜歡的地方 和不足之處 而這套電影 在《明日戰記》前 兩個星期上映 《優先場》 更加隔了一個星期 可能會對電影的票房 造成一定的影響 而Edan的電影 合家了 現在在努力著 衝破這個3千萬的關口 所以保守估計 阿媽有了第二個 最後的票房應該大概只有3千萬 當然啦 可能有人走出來說 《姜濤》粉絲這麼多 點字3千萬 但在《明日戰記》上映的時候 吸引其他 對姜濤和阿章 沒太大感覺的觀眾 去入場看這套電影 應該都不容易 如果要叫一些交易客去選 看一套溫情小品 還是一套科幻動作大片的時候 按照香港人的性格 一定會選後者 又或者是索性兩套都不選 去選低荷里活的西片 那為什麼香港人會有這種 只想看大片的風氣呢? 那就要留給大家去好好反思 背後的成因了 但無論如何都好 最後我都想和大家說一句 香港人 不要經常看西片 看看港產片啦 以上就是今次影文簡評的內容 如果想看到更多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出去 還要Follow我的IG 你的支持 絕對是我製作影片的最大動力 這裡是Muchofi 我們下次再見 Muchofi